我们在指数率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会延伸出来一种问题 就是在比较这个数字的大小 那比较数字的大小的话呢 我们会有两个情形 我们刚才学指数率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 我们说一开始这两种指数率 有一个说是底数相同的话 指数相加 有一个说是指数相同的话 底数相乘 所以现在比大小的时候 准则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 底数相同 底数相同的话呢 那比如说这个2分之3的3次 2分之3的3次 跟2分之3的4次 谁大 那怎么比呢 如果底数相同的话呢 去留意这个底数到底有没有大于1 如果有的话 我们其实在古小就大概有这种体验了吧 数字算一算就会有 就是如果你去乘到一个大于1的数 就会越乘越多 如果你去乘到一个小于1的数 就会越乘越小 所以既然它2分之3是大于1嘛 所以你这个就比这个多2分之3了 所以这个就会比这个还要大 所以如果底数大于1的话 那指数越大越大越大 那如果底数小于1 比如说这个3分之2 和3分之2平方 这个没有写就一次嘛 对不对 所以底数现在是小于1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再乘3分之2 那就会越乘越小 这是底数相同的情形 那如果是指数相同呢 比如说这里 我们用平方来举例 但是这个结论不只是用在平方 也就是说有两个数字 A跟B 那A大于B 而且AB都大于0 对吗 那这个情况下呢 请问这个A平方跟B平方谁大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边 同时去乘A A也变了A倍 B也变了A倍 因为A原本就比B大 所以他们两个变同样的倍数之后 A应该还是比B大 虽然这个不等式的计算 详细的我们是以后还会再学 但是在这里应该不难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A也乘了A 就变A平方 B也乘了A 就变成A乘B 对不对 那A平方会比AB大 然后我们再来想 如果今天还是回来这个A大于B 如果我两边同乘的是B A乘了B 是AB 那B乘了B 是B平方 跟刚才的想法一样 我两边既然同乘的数字是一样的 原本A比B大 乘完之后应该还是左边会比右边大 所以AB会比B平方大 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结论 所以指数相同的时候 指数相同的时候呢 那去留意它的这个底数 底数越大的就越大 那不过这个是在它大于0的情况下 如果它小于0 你还要考虑这个正符号的问题 因为负的越大反而越小 对不对 那如果负的数字它偶数次 就会负负得正 就变回正 好 那么我们来这个练习两个题目 来比较这两组数字的大小 大家可以抄在你们的笔记本上 我就不抄了 那比较这两组数字的大小呢 我不只是要算给你看而已 我还要跟你说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指数 要比较这个指数相同 用刚刚那个指数相同的方式 还是底数相同的那个方式去想 其实呢 我们以下面这一题来先看下面这一题 那我们在解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列那个数字表 在这里就会派上用场 你如果对于我们列在表上的数字 熟悉度很高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不好意思 这个题目没有写好 大学16的四次 如果你对于数字的熟悉度很高的话 如果你对于数字的熟悉度很高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4 8 16 A 都是2的翅膀 所以我们在这一题里面 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变成 底数相同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底数相同的 那4的9次是2的2次的9次 8是2的3次的5次 16是2的4次的4次 所以这一题我们用来教你怎么样去破题 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是底数相同还是指数相同 还可以来练习一下刚学的指数率 还可以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介绍的这一些2的翅膀数 那在这里再附带题一下 我真的认为如果你是学生 或者你要去教小孩子的话 你要帮学生们多准备一些这个题目让他练习 不要只是依赖我们的题型 因为我真的是介绍的题型都是很少的 而且很特别的题型 那这一题刚才指数率有说 A的N次的M次是A的2乘9 对吗就18 我们就直接写18 所以下面这个是2的3515 这个是2的4416次 所以是这个最大 这个最大 第一个最大 第二个最小 对吗 这样看上面这一题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先想想看说 那其实我是要去用换成同样底数 可是你就会发现它这个是3 这个是5 好像不行对不对 那再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2 12是2的倍数 8也是2的倍数 这里也都是2的倍数 所以我好像可以换成指数相同的这个模式 那与其换成2呢 因为我特别留意到 这里是10 所以4是2的平方 所以我可以把它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这第三个换成4 2的4的平方 其实是2的4次 对不对 2的2的2次的2次 所以是2的4次 乘13的4次 好吧 那我们换个颜色形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根据指数率 这个会变成26的4次 对不对 根据指数率 这个5的8次是5的平方的4次 所以是25的4次 3的12次是3的3次的4次 是不是 那所以是27的4次 这样子你 结论所以是谁大 这个最大 这个第二 这个最小 那从这两题的这个使用 你就可以了解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就是说 你不可以指示 我知道 我听懂 对是这样子 不可以只是这样 你刚才这样的题目 你有办法能够成功的推论到 最后答案出来吗 那如果不能为了什么 是为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怎么样 就是你的指数率 你虽然看 虽然看起来觉得自己听懂了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在看到数字的时候 马上想到可以转回来 你要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才是够熟 指数率是都不用背它 没有错 不用背 但是你一定要够熟 那要怎么够熟 所以我刚才说 要找题目来练习 像这样子的题目 我写个几次 你就会慢慢的捕捉到说 所以 我为什么会想要去把它变成四次 因为他们三个 包括这个 的次方都是四的倍数 所以我把三题出来之后 是可以放在这里面 变成三的三次的四次 这样子 那这个 八是二乘以四 所以它是五的二次的四次 那 从 刚听懂指数率 到能够成功应用 这中间已经没有什么技巧了 你去背这个 指数率其实说真的帮助也不大 那唯一 能够对你产生帮助的 就是不要怕麻烦 要去练习 好 那你如果练习了 然后你 想得够快 就是我说 你在别人看起来 就是一个 那这个是指数率的部分 所以 我们 再来提醒一下 我看到题目 我要怎么想到 是让它变成 底数相同 还是指数相同呢 如果底数相同 你就会在底数 看到他们都是 某一个数字的 次方 那如果要换成 指数相同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它的指数都是 某一个数字的倍数 它不需要是次方 它是倍数就好 因为指数率的话 在次方这边是用乘的 所以这个是 介绍一下 指数率 那么 这里有四个题目 那大家可以 现在来练习练习 在练习的时候 顺便聊一下 就是虽然我们家的数据 那一定也有很多小朋友想要知道 也有家长问我 因为我就号称自己 国中成绩非常好 那 有家长问我说 老师那你都怎么 以前都是怎么准备 课业的 我自己的习惯是 这个 有两件事情 那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们要增加自己 对你学的东西的印象 所以呢 我的习惯就是 我会把我所有的知识 全部收集在 一个版本的 这个书上面 比如说 我是说这个 比如说同一课的话 比如说地理好了 地理有地理课本 有地理参考书 还有老师上课 讲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有作品记得 那我会把我所有 觉得 这个重要 这个值得记起来 我会把它 腾到同一个东西上面去 比如说我的地理课本 就密密麻麻的 写一大本 那 因为我要看的时候 我就只看这一本 所以我其他本的东西 全部都 我觉得重要的 这本没有的 我就会腾过完 那这样子 我每次看就是看这一本 看久了 我就会对这一本上面 甚至连什么字 在什么位置 哪一页有什么图片 都会非常的熟悉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考试的时候 就考得好 然后 另外一个准备的方式 就是 你在 你在学 尤其是国文 地理 历史的时候 要把它融会贯通 所以呢 比如说学到 这个台湾地理 或台湾历史 或者是学到国文的时候 还有中国地理 他们都会有那种 地理的课本都会有地图 我就会拿那个 描图纸 把整个地图画过一遍 整个地图都画一遍 所有线条都画完 河流啊 海岸线啊 然后神会啊 标在哪里啊 然后把课本上的知识 也腾到这张纸上 什么 哪里 禅什么 然后就做记号 然后写在旁边 禅什么 禅什么 然后把国文 我已经学过的指示 也腾到这个纸上 岳阳楼 记得岳阳楼 在哪里 那李白 这个长安城 在哪里 然后苏东坡 曾经流放去海南岛 就是都去标 标注在上面 历史里面学到的 国文里面学到的 都把它收集 在同一个图形上面 那你在做这个笔记的过程中 你的 就已经在帮自己复习了 所以你的记性就会越来越好 对于这些知识 那这个是一个准备 其他科目的做法 补充给大家 来看一下 这个 第一题 快点算一下 它说 18的7次乘以12的4次 会变成2的H次B的3次 所以这个要做什么 知音数本级 那所以18本身是2乘9 所以是2的7次乘以9的7次 然后12本身是3乘4 3的4次乘以4的4次 那你看我就直接写了 那其实这个都是指数率 对不对 而且你看 我们这个是指数率倒回来做 如果我原本写这样是 A的N次乘B的N次 会变成A乘B的N次 可是我把它倒回来猜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你一定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才算熟 不要觉得说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嗯 我都懂啊 指数率嘛 所以就是这个 对啊 如果这个乘这个的话 会变这样子 那这样是不够的哦 因为题目不是顺着出的 所以你要能够把它倒回来猜 好吗 12次3乘4 所以12次4的话是3的4次乘12次 那4自己本身是2平方啊 所以4的4次这一边呢 它其实是2的2次的4次 2的8次 同样的道理 9是3平方啊 所以9的7次是3的平方的7次 所以是3的14次 所以這樣總共幾個2啊? 7個和8個2相乘 所以是2的15次 3的14和4 18次 所以A是15 B是18 可以嗎? 好 這題同樣是要解這個C和D 來 所以 副的 我們以前沒有學到這個 副 咦?這裡有一個副的 副的結果 75次 糟糕 這樣少一個副號 我們來改一下 開始 把這個翅膀改成4次 副的72乘以4的4次 那因為乘偶數次 所以負數會消失 這負負會得正 所以這個負的就不用考慮了 它是 72乘 72是8乘9 所以是 8乘9乘4都有10次 所以8也要4次 9也要4次 4也要4次 然後 12是3乘4 所以它是 一起背 這樣是多少 負2次 所以3也負2次 4也負2次 可以嗎? 3乘4分之1 所以是不是3的負1次和4的負1次 然後它們再一起背2次 然後它們再一起背2次 所以是3的負2次 然後4也負2次 全部都乘起來 好 那這裡 8有4次 所以2其實是幾次 8的4次是2的幾次 因為8是2的3次 所以是3次12次 再要跟上 9的4次是 3平方 當然我知道我才剛教完 你們不見得能夠馬上做對 那沒有關係 就看看 但是要讓自己能夠做到這樣子 所以它是3的8次 所以這個是2的12次乘3的8次乘 這個是2的8次 4的4次是2的8次 乘3的負2次乘4的負2次是2的負4次 好 最後是 這裡2有12次8次減4次16次 3有8次 3有8次負2次是 負5 欸 正6次 可是你要注意題目問的是 4的幾次和9的幾次 所以我要再把它底數變成4 那 怎麼變 會嗎 我要讓它底數變成4 所以我要讓它4的話是2的平方嗎 2的平方這樣子外面要寫多少 它們兩個乘起來是16 所以它其實是4的8次 同樣的道理呢 3的6次其實是 每兩個3一組是一個9 所以它其實只有3個9而已 9的3次 所以4一是8 D是9 這樣可以嗎 再來看下面這個 這個數字已經數給你了 就是總共有1 2 3 4 5 6 7 7個0 所以是10的7次 10的7次是100的幾次 10的7次是這個 100的多少乘上 欸 更正了 所以 100是10的平方 乘上多少會是10的7次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其實是3.5 可以嗎 那3.5是f-1 所以f是 4.5 好 再來 10的7次是3.1加1 所以 這個 1的話是3.1加1是7 所以1是2 可以嗎 再來這一題 這個呢 其實是把指數 跟我們前面學到的一些 算數的知識結合起來 你在這裡就應該知道 其實2的5次就是2的4次的兩倍 啊 倒過來說 2的4次就是2的5次的一半 所以 自己減一半剩一半 對不對 所以 2的5次-2的4次 減完其實就剩2的4次 那 2的4次-2的3次 減完就剩2的3次 所以這個 自己減一半剩一半的遊戲 我們以前玩過一次了 只是這一次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那 3次減2次剩2的2次 2的2次-2的1次剩2的1次 剩2的1次 就是2 然後2的0次是1 1 沒有嗎 啊 不過這個只有在2的翅膀才適用喔 3的翅膀也不適用喔 我們這次的作業都蠻重要的齁 所以請大家 務必要認真去寫 那我想認真去寫 不是說寫得很辛苦 其實你們自己在 啊 讀書的時候 比如說尤其是讀數學或理法的時候 你應該要 認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的程度 需要寫什麼樣的 練習題喔 你如果覺得這些題目 你都無法 看到答案 也看不到答案 你也不知道如何推進 那你可能需要問人之外呢 你要先從簡單一點的題目下手 所以那我因為我有說我們的時間有限喔 所以我都會挑 具有代表性的題目 然後可以一次介紹 很多種知識給你們喔 很多解題要點給你們的題目來寫 所以不要依賴我們的題目 也不要就是 明明就才剛學會 就硬要去算我們的題目 然後覺得說什麼 那麼難 所以我剛才那幾題 這個示範 如果你在看影片的同時 沒有解出來也是沒有關係的 但就是你要讓自己之後 有能夠回來解對它的能力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